要像三米弗啦 三米弗 那這個地方當然會帶出一個那個 就是 綜合練習題第二題 就是那個教師研習時數 那這個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去計算 某一個 就是說他有老師參加研習 那研習可能假設只有兩次的話 那這兩次放在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你就假設你這兩個工作表裡面 要算說這個老師到底有沒有參加的時候 你就會用三米弗 並且 特別注意這個部分可能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那個跨的工作表 所以跨工作表的應用 恐怕那個 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他會指向一個某一個工作表名稱 後面會加一個驚嘆號 然後呢再去存取 那當然 你可以一直去串那個 就是 跨工作表 就串好幾工作表 然後 然後再去把結果幫你加種出來 那這個我想 這上禮拜有特別提到 其他的話 還有像 抗扯 抗扯部分的話 還有像抗扯 抗扯什麼 抗扯那個 如果是數字的話 它幫你抗扯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有取了一個範例 就是那個 樂透彩那個範例 那樂透彩那個範例 主要我們也用到抗扯 因為要統計它的機率的時候 那我要去抗扯什麼 抗扯那個 總共開獎 有開過幾個號碼 所以總共 一次7個號碼 總共有99期 所以你要算出總共 開出幾個號碼 然後再利用康以符 去算出它的機率 這個我想上禮拜有特別提到 那今天的話呢 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綜合練習第一題 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 然後有開個頭 講了一些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我們有一個 會用到像錄製聚集的 這部分的應用 比如說你可能 有一些動作 經常每天都 經常要去 去固定去 讓它重新做的時候 那如果你還不太會 寫VBA程式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每次都要去統計 國文數學英文的成績 那我用完方法 直接按一下某個按鈕 它自動幫我把 全部的成績自動帶過來 並且把 總分 名次 自動算完 那也就是前面的資料 假設說有 有改變的話 你最後直接清除它 然後再按個 成績計算 它就自動可以幫我 把成績又算出來一次 那當然你還可以增加一個 什麼列印報表的功能 Printer 還可以Printer Preview 先預覽列印一下 然後再把它列印出去 那這樣的話 你成績當然 總表很快就可以算出來 那不過這個地方 我做的方法 其實不是 從頭寫任何一行程式 而是 藉由那個 錄製聚集的方式來做的 所以這邊的話會用到一個功能 在開發人員裡面 有一個叫做錄製聚集的功能 這個功能 導致對 假設 你每天都會重複做一些事情 同學 會有一些些幫助 為什麼 因為 你不太會寫程式 但是你又要希望能夠把 你重複的動作 把它錄下來 讓它變成一個按鈕的話 其實 利用錄製聚集 是一個還不錯的方法 那有一些細節 等一下 或者有一些技巧 訣竅 等一下會教各位 另外就是說 其實錄製聚集的好處 就是你有些VBA程式 不會寫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利用錄製聚集 先幫你產生 那有一些人 他就是先產生之後 再把它加到VBA裡面去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錄製聚集 跟你撰寫VBA 可以把它變成是 融合在一起 因為有些功能你不會寫 或者是哪一個物件 你還不會用 但是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它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不過錄製聚集的缺點 就是說 它錄下來的東西 不見得是非常精簡 而且會錄出很多 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累積功力 就是說 慢慢看久了之後 就知道說錄下來的東西 哪些可以不要 因為有些是從